现在是早上6点钟 我们现在在竹林里面请找竹生君 如果来晚的话 一般都会被别人捡走了 哇 这个草真的是比我人还高 天哪 这个草操 这个一出来就遇到了 长得这种 大家认识吗 我们这边叫做 龟斑腿 那里还有一朵 哇 这个树真的好大哟 这个是江江古树 我的妈呀 我抱一下 哎呦 这个天哪 我根本抱不了 哇塞 这里有一朵新鲜出炉的 啊 哇 这里有两朵 好好看 哈哈 好好看 呀 这里也有朵 哇 你看这个 倒下了 还可以吃这个 好新鲜啊 我看这种 好新鲜啊 哎呀 哇 好好看 这里有一朵 要不剪的话就要烂掉了 哦 看 哎呦 这都好新鲜啊 看一下 这个郡邦 预计 预计四五个小时 它就会长出一个新的祖孙菌 这个 好新鲜出来了 我看这些 啊 我看这些 好新鲜 我看这些 这些 试试 我看这些 但是呢 眼睛可见了 我看这些 我看这些 这个好漂亮啊 好好看 我就说嘛到处都是啊 剪不完 根本剪不完 这里也有一朵 就是烂掉了 你看那前面那些都是昨天晚上下暴雨 把它冲烂了 太可惜了 天哪天哪 你看这个还是一个双胞胎耶 你看旁边这个 这个是小瘦丸的 哇这双胞胎 这个的话可能要明天要发出 哎呦屁股砸了 哎呦这个好简 好痛 这里这里你看 哇塞今天 看一下这个收获 起码都是有三四斤 今天剪了三四斤 哇塞 现在来清洗 哇你看这个好大一股 哦 你看这个裙带非常的漂亮 这个给它去掉 这个不要 大烘热啊这个是 今天咱们做一道非常鲜美的竹春菌色肉汤 今天咱们做一道非常鲜美的竹春菌色肉汤 放一点姜 放一点姜 放一点姜在锅里面熬 现在咱们把竹春菌提前给放下去熬汤 这个竹春菌啊一定要多熬一会儿 熬的越久汤越鲜美 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脆的 这炖气的话是绝配 熬一个小时 嗯 全吃都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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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下这个鲜美的竹笋菌汤 哇 你看这个熬了接近一个小时 它都没有熬烂 尝一下口感 脆脆的 好好吃 把死的喝那个汤